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一起来关心天气的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又变天了 转为比较湿湿凉凉的天气形态 这样的状况会持续到下个星期 我们先来看星期一 星期二 延续这一波东北季风的影响 北台湾东半部地区 主要是在宜兰以北 以及新竹以北 感觉像偏湿湿凉凉 沿海的阵风会到 9到10几左右 到了星期三 星期四 这一波的东北季风 相对是比较弱的时候 在北部地区高温 大概回升到20 21度左右 冷空气减弱 北部地区降雨也会趋缓一些 接下来到了星期五 星期六的时候 另外的东北季风又会再增强 北部地区高温降到20度左右 降温的幅度没有明显 未来一周北台湾 都是湿湿凉凉的状况 接下来看色调强化云土的部分 其实这一波明显的水气带 就是目前风... 水气距离台湾相对比较强的降雨 是比较远的比较多的水气 大致从海面上通过 就来提醒大家降雨的部分了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基隆北海岸是降雨的热区 到了明天白天的时候 尤其基隆的山区还有新北 靠近北海岸的山区 还是要留意局部明显的雨势 新竹还有桃园宜兰有局部降雨 要多加的留意 在风力的部分 我们也来提醒了 台湾海峡的阵风偏强 目前强风区都在海峡的北侧 另外要提醒了 在西半部沿海以及东北部沿海地区 还有外岛沿海地区 可能都有4米的浪高 海上座位的渔民朋友 可要多加留意了 从地面天气图来提醒大家了 蒙古高压的中心 会分裂出一波的高压 这一波的高压预计影响星期一星期二 冷空气送进来 北部东半部地区 都感受上是比较明显 星期三 星期四 冷空气就会比较减弱 来看到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来 明天北部的高温19到21度 都有降雨的机会 中台湾高温23到26度 是相对晴朗的好天气 往南走可以看到高温的部分 是可以来到30度 但是要注意温差会有9度 那东部地区依然有阵雨 那花莲还有台东 是相对天气稳定的 那高温可以到27度 为了地区高温14到22度 要留意海边的阵风变强 小丁您要提醒大家两件事情了 包括沿海阵风都会偏强 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 另外北部东部沿岸都会有降雨的情况 汽车注意安全 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 以上这节中式气象 我是杨宗燕 广告回来持续锁定